做主席是什麽意思呢? 領會 例如有什麽聚會 教會有什麽聚會 你會領會 這個做主席 第一件事是什麽 一起讀 笑容滿面 第一件事是 你上台的時候 輕鬆點 不要緊張 笑容滿面 然後享受的過程 輕鬆的 難不難?笑容滿面 不難 很輕鬆很容易的 第二件事是什麽 消音響亮 第三 輕鬆風趣 聲音響亮 有些人說我生出來就不大聲 其實聲音的意思是 第一 你可以用麥克風 但有些人用麥克風 其實你聽一個有經驗的港元 和一個沒有經驗的港元 或者一個沒有經驗的信徒上來分享 很大分別的 那個人有經驗講到 你知不知的? 他一講你知不知? 你知的 為什麽呢? 因為他的聲音是影響整個會眾的 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些人 那些練習的出來分享 好 阿博分享 上個禮拜 阿神 救了我 其實聲音是很大的分別 我會說一下怎樣有響亮 共鳴的聲音和他練習出來 是否很重要? 所以就算你的聲音本身有響亮 你也可以用麥克風 但是用麥克風也不要太大聲 每句句都大聲 人聽起來耳朵瘋 你聽我說話 我一大聲音又細聲翻 我不是說一句大聲一句細聲 是一句大聲中間會有時會細聲翻 有否留意到? 一邊說 又會細聲翻 有大聲又細聲 這樣才能夠顯出那些重點 對不對? 所以就算你的聲音很小 總之你用一些力 讓你的聲音能夠有大有細的 我們立即試一下 有否有人立即 為甚麼呢? 我們要練習很多勇敢戰士 因為要勇敢才能做到 有否願意立即示範大聲小聲 感謝耶穌 哈利路亞 你們最好就不停聲出來 那就嘗試一下 又大聲又細聲的 大家兄弟姐妹好 好 我今天本來可能是遲的 但是因為等公有的朋友 一起集合 所以遲了一點 好 多謝你 第一 他有做甚麼? 笑容本面 哈哈 哈哈哈哈 他有大聲和細聲的分別 但是大聲的可以再大聲 你留意我 大聲的可以大聲一點 我聽到很大聲 但有力的 大聲的可以大聲一點 哈利路亞 你試一下 哈利路亞 各位一起試一下 哈利路亞 哈字就會大聲的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耶穌真好 耶穌真好 聲音變化是否很不同 大家試一下 不要同樣的聲音 輕鬆風趣 輕鬆一點 你這個人輕鬆 不是一定要想好笑話的 到時 就是輕鬆的 能夠帶領的情況 是輕鬆的 別人覺得舒服就可以了 第四天一起讀 令會眾覺得被歡迎和關愛 可以對過滅會眾說過人性的激励環 一群人的時候有時候很難 怎樣對一群人呢 我講慢話了 OK 好 對一群人有時候好像很難 是怎樣過人性呢 是可以的 很歡迎不來 來到這裏 你一定可以學習到更多的 你想想一下 你想想一下 這個就比較過人性 還有我講說的時候 我都會看著每一對眼睛 我不是看一群人的 我是逐個逐個看的 是個人性的鼓勵 還有有時候來到 都跟周圍的人聊天 例如我來到 就見到這位姊妹 這位 後面那位 我就在這裏 這位就跟她聊天 這個就是個人性 對人都是有一種關心的 你看這個人的表情好嗎 哇 好好啊 很歡迎啊 好了 還有跟會眾有交流 在很多的分享 或者是演講 有交流是很重要的 怎樣有交流呢 第一 可以請他們回應 其實我已經請你回應了很多次了 譬如說 這樣勁快好嗎 好 這已經是回應了 邀請你回應 能不能投入到嗎 可能有些人覺得難的 如果我有時間 我可以幫你怎樣投入到的 這個盡量給大家有機會回應 當你不明白的時候 又可以問我 可以舉手 譬如說 當你 剛才聽到 聲音可以改變 立即一起去試一下 試一下發聲 這個就是回應了 即時給大家有回應的機會 還有呢 可以給大家互相問候 你跟旁邊的電影子會說 祝福你 耶穌愛你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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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不是這樣的了 已經是很多交流 很多回應的 還有互相祝福的說話 請大家 說一些祝福的說話 譬如說 你跟教練說 神要大大使用你的 神要大大使用你的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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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信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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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不信 這些就是交流 就是我們 陪众有交流 不要只有一個人說 為何只有一個人說 聽一聽就會怎樣 那些人 睡覺 好了 講回幾件事 做主席 第一 一起說 笑容好麵 第二 聲音樂 第三 氣壽光 第四 令伴眾樂得地歡迎和歡樂 第五 與伴眾有交流 我們現在請 其他位出來 就是 說幾句說話 什麼都可以的 就是 譬如說 領會 歡迎你來到這個聚會 我們很高興跟你一起 或者解釋一下這個聚會做什麼 有誰願意嘗嘗 放膽出來做的 有誰願意嘗嘗 不要緊的 說幾句 這聚會有笑容 記得嗎 有笑容 有給人有交流的 聲音又分量 又輕鬆的 輕鬆的 輕鬆就是包括 除了笑話 人的動作輕鬆一點 不是這樣 會動的 會動的 這些都是我們其中輕鬆的一個成份 有沒有願意出來試一試的 試幾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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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你當主席 歡迎他們 好 各位早晨 早晨 歡迎大家 我們 第一 跟主耶穌說早晨 哈利路亞心聲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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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我們看到朋友 大家握個手 大家握個手 握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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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心 大家低頭吵架 低頭吵架 耶穌 我們感謝你 好多謝你今天 給我們這個聚會 大家大兄姊妹 有個溝通 指令和我們同在 讓一班學生 學習導致的懷疑 求此 你保守他們的眼睛 開去熟靈的眼睛 讓他們控制 常大病發的研究 求此 你開我的耳朵 讓他們聽到 天常真理的聲音 求此 你開我們的心 讓我們明白 常大病發的聲 聖志願 求此 你保守我們的名謠 現時學習神的懷疑 可否可以 可以 可以 可否可以 可否 可否會 但我的人 其實她 有哪幾個人做的 聖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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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覺得被歡迎和關愛? 有 有沒有跟你交流? 有 難不難做? 不難 其實你能做到嗎? 做到 其實做到就是怎樣做得更好 很重要就是你做的時候 你祈禱很有力量 即是你上台 不要跟老婆老公罵完交易上台 心情很沉重 那你就很難做了 但你心裏充滿神的喜樂 神的平安 那你做就比較容易了 好了我們現在去下一點 就是個人分享 其實我之前所說的 我想說就是 任何分享都應付不了的 所以你看那份子 作主席和任何演說 都需要這些成分的 即是不只是做主席的時候需要的 好了 下一點就是講到個人分享 和任何演說都需要 但特別是講到個人分享的 好了大家看這裏 第一 一起讀一下 綠色那裏 有清楚想表達的重要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你說完半天 人都想說什麼呢? 他不知道你想說什麼 那你就表達不了了 是不是? 譬如你想說什麼 有幾個東西 其中的可能性 還有其他的 大家一起讀一下 醫治見證 神的愛 經歷神的幫助 靈命 更深 這四個可能的分享 有其他的 譬如你想說醫治 神醫治你 或者神的愛來到你身上 或者神的幫你 或者你怎樣 整個人 愛主不同了 無論什麼 有一個主題 你想說什麼 OK? 下一點 第二 一起讀一下 簡潔 一起讀一讀一下 他說很多東西 譬如他短說 他又說 我們買飛機票 又買不到 乘搭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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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趕 又遲到 那你想說什麼呢? 那些都是他短說的部分 不過那些不是人家最想聽的 也不是最大鼓勵性的 那些細節 可以不用說 你不用說 由買飛機票 然後坐車去飛機場 然後去到飛機場 去到飛機場 去到飛機場吃什麼餐 如果你什麼都說了 人家聽完 哇 很長篇 譬如分享那天旅行 你不用由頭到尾 只是說重點 你最重要有什麼特別的經歷 這就是簡潔 簡潔就是 你說到你想要說的 其實我有很多材料 是不是? 所以我是不是需要很簡潔 每一點快快 說完清清楚楚 你聽完明白 但是我就不要把這些 拆開 說什麼都說 那時候 你就聽不到重點 所以這個很重要 簡潔 下一點 一起讀 流離 自己先練習 從下面 避免無意 口頭善 哦 這樣 大家有沒有去過旅行 我發覺有很多導遊 這樣來講 他很多字眼 是重重覆覆用的字眼 太沒意思了 有沒有發現有些人是這樣的 或者他 習慣了 哦 總之停頓有很多的 這件事 都是我們需要練習 如何流離 我生出來 不是那麼流離 不要緊 你說得多就會流離 我告訴大家 我小時候 說話就斷了斷了 我什麼時候 忽然間會變得不同了呢 就是我一信耶穌 我開始跟人說 你講耶穌多好 忽然間 說話就流離 這個就是神賜給你 所以你夠膽分享 你講話 是可以很不同的 這個都是要練習的 流離 下一點 內容 一起讀 內容和人文 清晰 譬如 譬如 很多時候會怎樣說 一起讀 醫治前 情況 醫治過程 醫治後 情況 譬如你分享醫治 你就可以說很多很多東西 你就可以說 你醫治之前是怎樣的 你的病是怎樣的 由醫治的過程 如何發生 然後後來康復 就說了你要講的東西 就不用說很長篇的東西 但如果那些形容 是會讓人知道 你多辛苦 哇 當時我走路 很痛的 真的行不到的 很辛苦的 你說出來 OK 這個是重要的細節 一起講 重要的細節 多餘的細節 多餘的細節 說不說 不說 多餘的 不用說 人物 有時聽 她說 我姑婆的媽媽 我姑婆的兒子 阿嬸的兒子 聽完之後 死了 說幾個人都不知道 那有什麼辦法呢 用簡單 A軍 B軍 B軍 C軍 還有很多時候 用周圍的物件 譬如我周圍拿著 三個東西 這個 這個 代表A軍 這個代表B軍 這個代表C軍 這個 就是跟她說的 這樣 是否清楚一點 即是看到人物 很多時候 我跟她聊天 所以阿富道說 我都會找一件物件 這個人 如果有時說 令你不開心 你看著那個人 這個人 令你不開心 有時 你便很容易被他傷害 我們怎樣處理呢 他看著那個物件 便容易想起那個人 這個是一個分享的時候 好好的方法 不要太複雜 所以我用三個物件 就是 拿起你手上的物件 來把那些人物清晰 還有內容清晰 好了 跟著 一起讀 為經歷而有興奮的表達 有什麼興奮呢 聲音的興奮 表情的興奮 動作的興奮 這個很重要 聲音的興奮 你有沒有聽到我聲音的興奮 有 其實我們做得過 嘗試一起說 感謝耶穌 感謝耶穌 神將很多禮物賜給我 神將很多禮物賜給我 你有沒有發現我聲音不同 很多禮物 是不是大聲一點 很多禮物賜給我 哇 耶穌真好 現在這個聲音又有和分 又不同 耶穌真好 是否有點不同 所以我們的聲音是有變化的 有聲音的興奮 表情的興奮 能夠呢 其實我們的表情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是一個人 經常說話都是這樣 沒有表情的 或者是一個人 或者是一個人分享 從頭到尾都沒有表情的 你的感覺已經覺得 好像有一種隔膜 是不是 當他有表情呢 覺得真好多 是不是 好 你現在向旁邊那個 用一個興奮的表情 對著旁邊那個 很開心認識你啊 很開心認識你啊 我不喜歡你啊 我真是很喜歡你啊 我真是很喜歡你啊 耶穌真好 可以嗎 當你分享的時候 你可以這樣說 耶穌要我 耶穌你真好 多謝耶穌啊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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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表情是要來用的 是不是 尤其是公開的演講 一定要用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跟兩個人聊天 你兩個人聊天 你沒有表情 他都聽你說的 比如你說煮飯啊 什麼炒什麼 他一邊聽你說的 你說好場邊都聽你說的 但是你對一班人呢 你一邊說話的時候 是無無表情 沒有興奮的時候 他聽聽聽 就有大半的人 是會睡覺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在這個情況 你會不會睡覺 是比較難一點 因為很多人的興奮 是不是 表情的興奮 動作的興奮 這裡呢 我去到一些小數民族傳呼 那我就 找一個十字架 十字架 用手來代表 這個動作 你有沒有看到我身體的動作 動作很重要 是由腳開始的 有些人呢 演講的時候 他不習慣 他就會這樣說 神 愛 世人 甚至將 他的獨生 自給他 就是用手 用全身 哇 神真的好愛我們 有耶穌 很開心 我發覺 我是由腳動起來的 由腳動起來 是會自然很多 是不是 你不覺得我動的 就算我不動很大動作 啊 耶穌真 我這裡呢 在我的腰擺動 其實是由腳那裡開始 小小都好 小小都好 你都覺得 有動作感 對不對 還有這樣定型 神 愛世人 是不是很大分別 這個是由腰做起 由腳做起的 難不難 興奮 你會不會有興奮啊 會有興奮的 是不是 但不如上台就怕了 上台就怕了 要多些練習 而且經常想著 我祝福那些人 你就會不怕 你想著自己 我講得怎樣 你就很怕了 死了 我講得好 你就很怕 但是你想著人的需要 你就會容易了 好了 第六 分享很重要的是什麼 一起讀 荣耀殺 令人感激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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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分享很久 很久 很多故事 都是講過個人經歷 並沒有被人看到耶穌 我們分享 一定要被人看到耶穌 因為耶穌是很好的 耶穌是不是很好的 是 我真的很喜歡耶穌 我經常都想著耶穌 這是真的 我經常想著耶穌 一想著耶穌 一想著耶穌 就喝出來 我當我想著耶穌 我裡面有力量 所以我沒有覺得累 疲佛 事奉軟弱 我經常都覺得 好喜樂 平安 尤其是經歷四年充滿 後 是全奉了 我一親的神 就擁留喜樂 所以我經常都告訴你耶穌 真的很好 你有經歷過耶穌的幫助嗎 有 那就放在記憶裡面 整個基神 耶穌經常都對我們這麼好 有些人 心裡喜歡耶穌 一邊分享的時候 一邊都喜歡耶穌 一邊分享的時候 一邊經常都說耶穌真的好 人家聽完之後 覺得耶穌真的好 你看我敬拜 你覺不覺得我好喜歡耶穌 一邊敬拜的時候 我跟耶穌是一種很親切的關係 耶穌跟我們是否很親切的關係 耶穌也是跟我們很親切的關係 第七 令人覺得真實和有人性 這個很重要 有人性 有人的感覺 怎樣叫做有人的感覺呢 你就這樣說 你們要愛神 你們不可以不愛神 你不愛神 神跟你關係很疏遠 這個感覺是比較硬的 但是如果說 你有沒有留意吃的東西 是不是很好吃 是誰做的 是神做的 神很厲害 是一個很厲害的廚師 神做芒果 你喜歡吃芒果嗎 荔枝嗎 喜歡吃草莓嗎 喜歡吃蝦嗎 喜歡吃蝦嗎 很多東西神都做得很好吃 就是因為神什麼 很愛我們 是不是這樣的個人性 他臭臭一點 或者 以前怎麼樣 我的腰骨痛 後來耶穌治好肚 真的愉快 現在走到沒有問題 現在很痛 現在你有腰不彎 我感激耶穌 是不是这样真实一点 是很重要的 是给人一种感觉 你是讲一个真实的神 你是一个真实的人 有真实的感觉 有真实经历到神的作为 是不是这样会好很多 而不是只是讲一个道理 有很多人去教堂很多年是道理的 回到教堂就觉得听到 听完唱完歌回家 记得了耶稣 跟耶稣关系好像很远的 不是一个亲切的关系 神是否亲切 神是很亲切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你留意我怎样讲 你讲信息也都是这样讲 你就会很自然 不过我知道这个需要时间 第八 令人一起听得有兴趣 为什么有兴趣呢 声音表情动作兴奋 声音表情动作兴奋 人会觉得有兴趣 第二 内容简洁动听感动人 即是你讲的时候简洁又动听 即是说起来 其实很多东西可以讲得很好听 为什么呢 比如说浪子 浪子回来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爸会不会接纳我呢 会不会他不要我呢 要我回去为主呢 所以他就预备一些台词 他跟他爸爸说 我说父亲啊 我得罪你的天啊 得罪你的天啊 从今以后不配清了你的儿子 是真是会发生的事 对不对 这样呢 人家就会觉得容易听了 第三 个人对神有兴奋 真诚的回忆 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想到耶稣这么好 耶稣改变我 你知道我小时候真的讲的 现在可以说话真的改变很多人 我去到很多国家 他们都很想我再回去再回去 训练他们侍奉 我真的觉得很谢谢耶稣 可以这样使用我 而且我训练那些人 又可以给神用的 你以为我有个兴奋吗 我真的很开心 你也可以这么兴奋吗 出来分享就是这么兴奋 这么开心 我现在总括个人的分享 第一 第一 清楚重点 第二 简洁 第三 流离 第四 内容和人物清晰 第五 兴奋的表达 第六 荣耀神 第七 令人觉得真实和有人性 第八 有兴趣性 难不难啊这几个人 我不是说难吗 其实你放胆是不难的 你放胆是不难的 我想现在大家休息吧 我就想 三点五个人 好 我就想看看有哪个人出来 其实你不要想着这八样东西 你这样就很惨的 你是很开心的 总之想着 兴奋 开心 感激 感激 神 几样东西 可以了 兴奋 开心 感激 神 简单 短短都可以的 有哪个愿意出来分享一下 放胆 分两个神在你身上的作为 神都在这里找一个伟大 神这么伟大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 开心的声音 感激神的声音 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痛恨 好吗 OK 有哪个愿意出来 你不要想着死吧 死吧 全班人看着我 你不要想着 你就想着我可以祝福人的 我想着我去祝福人就可以了 OK 有哪个愿意出来 好 感激 吉凤姐 好 感激 吉凤 我是吉凤 各位姐妹好 我今天真的要 很勇敢地出来分享我的得着 我上一次听牧师说到 我就给他跟我祈祷 我的情况就是 我逢是一样祈祷 不管我是很精神的状况下 我祈祷都误过三句 哈哈哈哈 不来的了 唉 我为什么这样呢 以前我就是信过偶像 我拜过偶像 我是信天道的 我是一早到天道的 可能那些偶像可以放过我 我经常是这样 我不行的 我趁着牧师来 我就叫牧师跟我祈祷 好了 祈祷之后 又真的有廉道 哈哈哈哈 我真的 我头头那个礼拜 我祈祷就没有再打哭路了 我说得了十句八句了 我以前打哭路打到我 哎呀 算了 不说了 自己发自己谋证 这会是这样才不说那么多两句 打哭路打到我很猛的 那其中一套 牧师跟我其中一套 我真的整个礼拜没有打哭路 现在呢 都很多几句都还可以 那些东西又来抓我会起了 偶像又要我打哭路了 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就觉得 牧师跟我其中一套 那还有一套 牧师 你这左眼呢 不是 你这 你这右眼 你这右眼有没有刮内障吗 没有 完全没有 你的眼是非常坏的 你那天呢 你叫我 看见你这右眼 我说山目相投 不是山目相投 我有点尴尬 但是 我知不知道 因为我跟他讲他的尺 是 山目相投 底下呢 我看到这只眼 应该就占到我 我说在这个童人上 应该看见我 但是我看不到这个童人 我看见他一边是白红的 我想知道 这个原因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我很难知道 为什么 因为当时那个地方有光 这就不是你分享了 你现在是个人的问题 因为这个 一两种可能性 你当时见我 有没有觉得蒙的感觉 你和我的眼中 有没有觉得蒙 我只是看着你这边的眼 我不知道那边 就一片白红的 那这个有可能幅长 有些光反射 但是有些人 就在赶斜铃的时候 会看到木 那些是蒙蔽的 就是斜铃的蒙蔽 那你的情况 如果不是就不是 那你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 你不要 你不要 你不说也好 我感谢神 但是 OK 你有些兴奋来表达 对神是感谢 是的 很感谢神 很感谢神 我正是现在不打哭 我已经很开心了 我可以和天主 聊多两句 表达 就是说 将这种兴奋感提高一点 将你的兴奋感提高一点 本来怎样 后来怎样 多谢神 本来很烦 想再谈多两句都不行 那现在呢 好了 很开心了 天父和我再谈多两句了 我很欣慰 很感谢神 感谢我 感谢天主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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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谷他说的回应之前 都说 他说他一个星期好了 后来也有反复 因为他要保持跟神的关系 大家看到神的工作是很真实的 即是即时 即时即时得到改善 这个是感谢神 好了 看看他有没有清楚重点 有 都很清楚 即是 他不是走来走去的 很清楚是说到什么 医治的见证 对不对 医治的见证 即是他帮他那个 不要打暗牢 即是那方面的医治 有没有简结 有的 不过后来他又发问问题 他又不知道怎么办 不要紧要的 流不流离呢 流离的 内容人物清不清晰的 清晰的 清晰的 兴奋的表达 兴奋的表达 兴奋的 声音也都很清晰 是兴奋的 永远神 有 有 不过我觉得他应该多些 他好像广义牧师多些 应该讲义神多些 神一很有能力 神一很有能力 令人觉得真实和有人性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兴趣性 都有的 其实大家亦都这样想 你就算没有兴趣性 你都会分享 但你怎样令他更有兴趣性 好 还有没有人想分享的 有没有人想试一试 好 感谢主 谢谢 我来南神甘 我之前讨厌了 天国庆兵 讨厌 我讨厌两年之后 真是好 我首先感谢主 感谢我去听传我阿爸父 所以我讨厌之后 就立刻病了 是很感谢主 那时候 南过年之前 就好像 我感觉到 我有病 有病 后面很快 去了以色伯 车车之后 有痰症 真是有痰症之后 那天听了之后 就是过年了 过了年之后 就做手术 真是很感谢主 一路是 真是 刚刚又知道 到没有知道 才是一个月之后 都不能给我做手术 做手术 做手术过程之后 神明一直在我 以我同罪 手术完全没有痛 一点痛都没有 我说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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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了之后 我已经不懂得祈祷 不懂得祈祷之后 我说神啊 阿爸父 我说 你知道我有病 原来你一早知道 最逼我去看 看完之后 我现在完全没有空白 我只可以同胜仁的 诗诗 quem 十三章 一指到六指 我同胜使你 我以自pot 你就全部都交走 给主 Anti神 你要是让我平安 要 απ悉 要我愉悦 对我们 你的病人全都道徒給你 但是真是主意很好 我們的天上阿爸真是很好 好惜我們哈利路亞 好惜我們的眼淚 知道我們有病人會吹逼 但是你不要冷 就要立刻去檢查 真是很感謝主 我現在在2月24日 做了少數之後就化了四字 你現在很健康 好感謝主 感謝主也收到義子 多謝 感謝主 好感謝主 哈利路亞非常好 有沒有清楚的重點 有的 接著簡不簡潔 簡潔 流利 內容人物清晰 有沒有興奮的表達 有 有 我就會提議有些改善 為什麼改善呢 當你看到癌症 通常有人反應會怎樣 很害怕 哇 醫生說我有癌症 哇 真的很害怕 是不是可以有些害的表現出來 當時真的很害怕 死了怎麼辦 是不是會這樣 是不是人家會覺得真實一點 這個是當你說到癌症 後來手術 哇 不痛的那裏 哇 割了就不知道在哪裏了 哈哈哈哈 不痛的那裏 好像弄損手指那裏都沒有 哇 這麼奇妙的 你真的很厲害 是不是有些興奮 還有多一些動作 記得我說過我的腳動起來 哇 聽到醫生說了 醫生說的時候 他怕腳都會動起來 這個就是全身表達 為什麼在分享的時候 應該這樣做 因為當你對全班人去說話的時候 你的內心世界別人不看到 你就要用言語 用動作 用聲音表達出來 讓你的裏面更加透明 就是你普通兩人聊天 你不用那麼強烈的 但是當一班人的時候 如果你不是那麼透明 別人聽就好像覺得跟你有種左隔 有種左隔不清晰 所以這是一個提議 但是非常好的 其實你說得很好的 Waynson 有沒有 有了 感謝主 你覺得真實和有人性 是的 是有的 那麼他可以這麼強烈 也都可以說到 知道男性準備動手術 通常來說 哇 有手術師 哇 會害怕 但是誰不知他在手術室 是不痛的 真的很奇妙 這是對比的 很害怕的 你進去手術室 怕不怕 哇 但是居然 出來是不痛的 興趣性 因為這件事發生 那種興趣當然不是娛樂性的興趣 但是因為那種困難 大家聽到就會覺得 有興趣性 有爭執感 OK 好 難不難了 不難了 不難了 那就是主 那是瘋狂 不難了 不難了 其實你跟著去做 放膽去做 不要計較自己就可以了 為甚麼沒有很多人分享 我跟著是分享 為甚麼 為甚麼要這麼害怕 用小聲呢 因為 第一 他不知道要這樣做 第一 他不知道 原來小聲 別人聽上來 就好像很遠很遠 好像很有距離 他不知道可以這樣做 第二 但是呢 就想著自己死了 我都不是很懂得分享的 哎呀 你們聽我的分享 聽不到甚麼的 於是就不能夠表達出來 但是都會覺得 我是要透明一點的 透明一點的 這樣就能夠表達了 你有沒有發覺我講任何東西都講到 就算我 哎呀 你很害怕 你又不敢說 我都用一些動作 和表情表達出來 這個呢 就是 放膽 自由 輕鬆 不要想別人 怎麼看你 是想我可以祝福他們 一起說 不要想別人怎麼看我 是想我怎麼可以祝福人 想說神的恩怨怎麼祝福人 阿里斯拉雅 阿里斯拉雅 不過我告訴大家 我答案的時候是學過話劇的 啊 但是你不用學那都可以的 我們那時候要學 做不同的表情 做甚麼的表情 我發覺原來對港道的幫助 所以如果你們有時 有些坊間 有些話劇訓練 一年啊 一年有些 有些 政府比那些有時很便宜的 那你學了呢 對你分享也有幫助的 這樣 好了 跟著我們說 分享經文 因為 分享是分享個人經歷 如果你分享信息的時候 你又有分享經文的 即是講到聖經 怎麼解釋 那我們怎麼做呢 分享經文的目的 首先講的目的 一起做一下 分享自己 即是你講經文 你都講一下 這個經文對我的按照 為甚麼呢 純粹講經文 尤其你的對象 可能都是年紀大的人 一講 就講聖經 他就覺得好像很遙遠 但是你一講 耶穌說 勞苦丹重丹的人 不可以得斯坊 你第一就講 我以前很大重丹 這個經文 耶穌說真的應而 我真的親近神 整個都鬆了 然後你才講經文 是否會有興趣一點 對嗎 或者講浪子比喻 以前我真的是浪子 我和爸爸也是浪子 我家裡的爸爸 也是和他的關係疏遠 和神又疏遠 但是現在呢 和神回復關係 和地上的爸爸又回復關係 我整個人都開心了 我和朋友又回復關係 然後才講經文 是否比較有鼓勵性 就是呢 分享自己如何經歷神的作為 一起讀一下 靈命更生 治療法幫助 經文審弱的應驗 就是講到呢 我怎樣給神 更生我靈命 去醫治我 或者幫我 或者經文怎樣應驗 這樣呢 就是講出你個人經歷 但是不是一定要先說 不是一定 任你的 不過這是一個可能性 第二 一起讀一下 第一 經文 內容 然後呢 神益恩典和作為 人益軟弱 人怎樣被神更生 其實很簡單 就是怎樣 首先經文的內容 經文講什麼 就是我們分享的時候 講經文 講什麼內容 然後呢 就講神和人 那神的什麼呢 神就主要講他的恩典和作為 他做什麼 然後人呢 就講人本來是軟弱的 這個聖經裡面 我怎樣軟弱 但是神怎樣更生祂祝福祂 改變祂 就是你在經文裡面 找這些內容 不單止是解經 有時候有人只是解經文 解經文跟我們有什麼關係呢 經文很重要 要幫我們認識誰 認識神 讓神更好他的恩典和作為 還有認識人是怎樣的 軟弱 還有可以怎樣被神改變 譬如我們看到 很簡單的一個經文 講到 耶穌見到人就憐憫人 好了 你解釋個經文 就是講到耶穌憐憫人 見到很多人就憐憫了 神就看了什麼 神就憐憫了 見到人就憐憫了 但是人又怎樣 人是不懂憐憫人的 軟弱就是不懂憐憫人 是沒有心的 然後人可以怎樣 被神改變 然後他怎樣 去憐憫人 譬如說 那個經文的內容 可以由這幾方面發展 我再用一個例子 譬如說 遙書 神赦免我們 神赦免我們 我們將經文 全部都認同在裡面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罪 洗淨我們一切不義 好了 經文內容 解釋給他聽 然後神是怎樣 神的恩典和作為是怎樣 他一定什麼 經文說 一定赦免我們的罪 人的軟弱是什麼 人是不容易遙書人的 人不容易遙書人的 人不容易遙書人的 人對你不好 或者人偷了你的東西 人令到你損失很多錢 你容易遙書的 不容易 如果全世界都是這樣 這個世界就很慘了 如果神都是這樣 是不是很慘 但是神呢 人給神更生就會怎樣 更生之後會怎樣 會懂得遙書人 我們就看到神遙書我們 我們就可以給神去外面 去遙書人了 其實是相關的 是不是 就是每個經文 看到經文說什麼 然後就看到 關於兩方面是誰 神和人 神就是祂的恩典 和祂的作為 祂做什麼 人就看到什麼 人是做不到的 神做到的東西 神是喜樂的 人是否喜樂的 成人都喜樂的 不是一定的 但是人被神改變 又會怎樣 可以變得喜樂 認識神和祂的性 情和恩典 當我們分享聖經很重要 是將人帶到神那裏 叫祂認識神的性 情和恩典 很重要 有時候有很多人查經文 查到經文內容 我們最重要的查聖經 是叫人認識誰 認識神 和祂的性 情和恩典 一起動 幫助人 活動神的旗線 就這麼感激神和愛神 當你經常看到神這麼好 譬如看到浪子回來 爸爸一點都沒有計較他 我們天賦都一樣 我們想想 我們一生人犯過罪 犯過多少次 信主之後有沒有犯罪 也有 神有沒有說 我今天不要你了 因為你犯了那麼多罪 我不會再感動你了 會不會 神是繼續感動我們 神真的很好 那這裏 就看到神真的很好 祂不斷嚴肅我們 現在犯罪之後 祂會在你的心裏做什麼工作 你犯罪 你的心裏會有什麼感覺 神會感動你 叫你知罪 叫你悔改 這就是神的美好 祂沒有丟下我們 於是我們就更加 感激神 愛神 這就是講神的美好 讓人喜歡神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神呢 因為我經常看到神的美好 所以我經常都喜歡神的 好了 第四 幫助人認識真理 一起讀一下 不但認識聖經內容 認識聖經教導的真理 即是不只是講了一個經文 而是背後的真理 是什麼 譬如說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是公義 一定射免我的罪 這個經文背後的真理是什麼 神是一定射免罪的 還有這個經文 神給我一個意念 神會不會像人 人射充人的時候 是否要想想才會射充 一定要想的 是不是 你會不會自動有個人 打爛了你很貴重的 一個花瓶 或者把你的手機 放在地上 整爛了 你會立刻射充它 不會的 人是需要想 想想完之後肯放手 才能夠射充 但是神呢 祂就說 你認你的罪 神是一定射免的 所以我 我用一個說話形容 神的射充 好像你開燈鍵一樣 你一拍 馬上就亮燈了 燈會說 我今天看看開不開燈 會不會 所以你求耶穌射免 祂立刻什麼 立刻射免你 是不是很好 沒有啊 世上有沒有人是這樣的 沒有 請你搖延我 我打爛了你一個很貴重的 一百萬的花瓶 對不起 好吧 我搖延你了 會不會這樣的 不會 沒有人會這樣的 但是神就即時搖延 所以我看到這裡 是必定射免 是不是很好 當你看到的時候 會覺得神很好 我希望大家是 就是看到這個真理 背後這個真理 多麼美好 下來了一天 接著第五 做就安慰勸免人 一起讀 人聽你之後 生命更被建造 寫錯了 生命更被建造 就是 當他聽你說的訊息的時候 更被建造 有些什麼說話 我講些說話 看看你覺得 會不會被建造 譬如有人說 你們這班人 整班都沒有什麼用 整天都不聽神話 神不要你的了 這樣講的有沒有幫助 沒有 是的 但是當然犯罪 你可以這樣講 我們犯罪得罪神 令到神很傷心 神依然這麼愛我們 我們要不要悔改 這樣講法好嗎 一樣都是說悔改 對嗎 教育也是這樣 你覺得 別增武六弟做乞丐 你 這個好嗎 不好 所以我們造就 勸勉安慰 不是要傷害他的良心 不是發怒氣 是嗎 在分享聖經的時候 不是發怒 而是建立他的生命 不要說這些說話 還有吵架 也一樣 有沒有有時候 丈夫太太罵他 一罵他就說 我要離婚了 我見到你便煩了 這些說話 有沒有造就性 沒有 那好嗎 沒有 有沒有說過 沒有 要他悔改 其實你發覺 我只能幫我引導大家悔改 是不是 要悔改 對 你想想 你還有一些說話 一次兩字 一百字一千字之後 他心裡留下了什麼印象 很多傷害 有沒有益處 沒有益處 所以我們首先 我們聖經要形容 這是我太太和我的照片 我經常戴著 你太太很美 最重要不是美 最重要是她真的很愛我 我也很愛她 我也很珍惜 這個也是 其實我想說一下 我給你看看的意思 是就是說 我多麼珍惜我所有的 我不會隨便跟她說 這個說話令她不開心 我們永遠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說出來 但是不會說 你真衰 這句實話可以說 所以我們分享聖經 你不需要說這些傷害性的說話 是說一些令人被建立的說話 好了 接著第六一課 一起讀一下 幫助人將聖經 進入到心靈和心靈 聽完聖經 是不是要應用 對我講完 對丈夫 太太要怎樣 試一下 不要說一些傷害性的說話 說一些 建立性的 也可以大家聊一下 我們發覺有些問題 我們都有不同意見 我們聊一下好不好 怎樣處理 這個就是大家去 聊一下這件事 怎樣處理 這個就是 應用在生活裏面 第七 幫助人 願意信靠耶穌王 最後講完聖經 是幫人要跟耶穌 不是只信耶穌王 很多人以為 信耶穌得永生 是否真理 是 是真理 但是是否全部的真理 不是 還有聖經另一部分 說什麼呢 信耶穌就要悔改 和遵從神 信耶穌得永生 是否真理 是 但是是否真理的全部 不是 還有另一部分 是什麼 悔改 遵從神 親近神 兩弱都要的 是否信耶穌之後 任你犯罪 照樣是得永生 不是 你一定要悔改的心 這個聖經很清楚 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不只叫人 信耶穌 是嗎 你還是跟從耶穌 好了 分享經文 這七件事 我們一起讀一下 第一 自己分享經歷神作為 我們如何經歷神作為 第二 解釋經文 第三 認識神和祂的聖情 和恩典 就是 在這個過程中 很重要 要認識誰 就是神 和祂的聖情 和恩典 什麼聖情呢 神對人 是很 有愛 遙恕 關心 有耐性 不會拒絕 是不是 這些聖情好嗎 世上有沒有人 這麼好的聖情 沒有 但是神的聖情很美 我很喜歡神的聖情 你有朋友 真的這麼好的嗎 我太太的聖情 不過我真的跟神 相差很遠 我的聖情也很好 不過我跟神 相差很遠 我感激神 神的聖情 一年這麼好 然後呢 幫人認識這個真理 第五 做就安慰 遇到人 不是踩低人 第六 幫助人 應用聖經 應用在生活 為生命 第七 幫助人 信靠和 跟從耶穌 這個就是 講聖經的時候 你必定要達到 這些目的 或者你不是讓人 都達到 不過起碼你知道 向著這個方向去 這個可能需要時間 我一會兒會再講 我休息之後 會講一下 如何去 講說聖經 解聖經 也有十二課來的應用 但我們今天都會講到 如何去講聖經 講聖經 和講分享 是難少少的 你想講聖經 要講聖經 不只是講分享 每次都是分享 如果牧師每次都會 都是分享一下 我昨天和太太 如何 我如何全福音 愛神 但他不講聖經 是否差一點 很重要 一定要講聖經 這是要學習的 要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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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些內容 比較複雜 用PowerPoint 反而表達沒有文字 那麼清楚 所以我會跟著這個材料 在你的第二課中間 開始 分享或者演說的時候 要留意的東西 這幾樣東西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第一件事 就是我們在分享的時候 一定有隱言 隱言 你會買單車給我 你會買單車給我 可能會不會馬上說 你買單車給我 可能會想到其他方向跟他說 你會說 先生說我 踩單車會健康一點 媽媽 我想健康一點 你可以買單車給我 你會用一個隱言 一個隱言 就是說 踩單車會健康一點 或者你和丈夫 或者妻子 要說一件事的時候 有時候 你不會直接說 你可能 那些人拍照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很喜歡 不如我們買個相機 好不好 用一件事 先引起他的興趣 或者引起他的興趣 比如說 你想他 他願意做一件事 你要引起他的興趣 或者 凡是說一件事 我們都會用一些方法 引起人的興趣 這個就是隱言 凡是分享或者訊息 如果可以的時候 都會加這個隱言 目的是令到聽的人 他有興趣 手機關掉他 那就可以說 人和主題有關的問題 如何隱言 比如說 你說神的愛 你只說神的愛 人們不太覺得神的愛偉大 你說人不缺乏愛人 神應該愛 是不是 神沒有愛我們 是不是 基督徒應該有愛 但是有沒有發覺 去到教堂 很多人不太認識你 見了你很多次 有時候 都未必跟你聊天 有沒有發覺這個情況 那就問問自己 我去到教堂 又會不會去關心人 會不會 有時候可能沒有 怕死了 我關心人 別人不喜歡 怎麼辦 我曾經 在以前的教會 教導關心人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很堅決 跟我反對 他說什麼 他說有些人 我會關心他 他說有些人 我會關心他 他說有些人 我會關心他 我說是 有些人不關心 未必接受 不過 不是因為他不接受 所以我們不關心人 對不對 耶穌是不是也有很多人 不接受他 但是耶穌有沒有說 你不接受我 我誤你 有沒有這樣 沒有 當我們看到耶穌 是這樣的時候 就鼓勵大家 我們都可以去關心人 對不對 我發覺以前的教導 真的有一個人 他經常都說 我不會關心他 因為關心他 那些人會拒絕 他就很難接受 這件事 就是原來 我們說神愛的時候 說了人的問題 反而人說 原來我們真的不懂得愛人 我們是不是很懂得愛人 不是很懂得愛人 你有沒有經常去想 怎樣愛人 翻心人 有沒有經常去想 有些人會有 但不是很多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 求主幫我們 為何有些人的生命 這麼大提升 就是因為他經常想著 愛人 但是有些教徒 經常都是差不多這樣 去到教堂 他有個定位置 隨便坐在那裡 然後坐完 他就回家 跟其他人沒有什麼 聽見 沒有什麼關心 這就是引言 就是讓人知道 原來人 很多時候 有愛心 不過走出來 又怎樣 沒有什麼愛心 所以我們需要悔悔 或者可以分享自己的經歷 比如說 以前我都不懂得關心人 我自己去到教堂 只是想別人關心我 別人關心我 我就會歡喜 但我不肯 但後來 神怎麼醒了我 讓我知道 我不需要關心你 那我就開始關心你 就是自己的經歷 或者有關新聞 或者故事 有任何 其實我一個有關的故事 因為我很喜歡神創到萬物 我試過去洩露一些矮 可能你說 哇 矮好 有什麼好失望 我試過兩次 一或三次 見到一些矮受傷 我發覺 周圍的矮在他周圍 在他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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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 哇 神做的 也懂得關心 那這個 就是其他 其他可以有的故事 去做一個引言 引言 就是引起人的興趣 好了 下一點 就是我們分享 或者演說 演說 或者講道 是有一個大綱的 說實話有一個大綱的 其實任何的邏輯性的大綱 都可以的 那你主要的大綱 人家會跟著下去就可以了 那你可以有什麼根據呢 這裏我們一起講 可以是根據 經文信子的大綱 就是經文的故事的內容 可以列舉不同例子 比如說 有愛心的例子 或者沒有愛心的例子 可以列舉不同 神或人的作為 或聖情 就是神的作為 或者人的作為 或者聖情 然後呢 我們有一個常用的大綱 的例子 我們一起讀一下 下面那裏 一 一半有喜樂 一半有喜樂 又生是枕 這裏講到喜樂 這裏講到 後面一句 都讀人的問題 所以先講人的問題 例如說喜樂 例如我現在講喜樂 是否大家起床立刻開心呢 有些人可能是 我一起床 我是刻意告訴自己 耶穌很愛我 我可以開心 我是故意這樣 但很多人起床 哎呀 很晚睡 又要上班 又要煮飯 又要做什麼 又要想到要做什麼 未必開心的 這就是人的問題 人遇到困難 被人罵完 是否馬上有力量呢 不是的 多數是什麼反應呢 多數是有受傷 不開心 一天被一個人傷害完 第二天又被另一個人傷害完 第三天被第三人傷害 結果會怎樣 後果呢 哇 傷痕累累 傷痕累累的人會怎樣 有時開始灰暗 我認識過很多人 以前曾經很活潑 就是天天想起一些不好的東西 想著想著變了什麼 憂鬱症 情緒病 一有了情緒病是很慘的 是一路走下波 除非他找耶穌醫治 如果不是一路走下波 是否很嚴重 是 當你聽完的時候 會不會想說 我們都很想有耶穌的喜樂 信耶穌是不是應該有喜樂 是的 其實呢 你越親近神 越放下煩惱重担 你可以越喜樂 並且呢 我感謝神 神給我一個喜樂的恩公 不單止我喜 我奇蹭到想著耶穌的喜樂 我為人奇蹈都有很多人喜樂 奇蹟到呢 哇 整個人都不開心了 這個呢 就是神的恩典 這個呢 就是第一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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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講的主題 首先就是 人 在這方面的問題 然後第二 一起讀 神是喜樂的神 神是聖情或恩典 第二樣就是講 神的聖情或恩典 神是喜樂的 所以耶穌講的比喻 他說 對這個有良善有忠心的牧人怎麼說呢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經文是說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即天堂是怎樣的 快樂 很快樂的 神多不多事做啊 天堂 神多不多事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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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神有沒有 哎呀 很多事做啊 哎呀 很多事做 做不完 怎麼辦 神會這樣啊 神多不多事做呢 仍然是怎樣啊 喜樂 好喜樂 我們的神 我們的神是喜樂的神 我們的神不是皺眉頭的神 不是煩惱的神 是不是很好啊 如果我們的神是煩惱的神 就慘了 但是我們的神是喜樂的神 是不是很好啊 是不是對比人真的很慘 但是人是很喜樂的 第三 為甚麽人難以有喜樂 為甚麽人難活出神的聖情 為什麽人很難有喜樂呢 原因就是因為 人總是想些不好的事 有好多事好得好 譬如說 有人送禮物給你 哎呀 好好的 不過禮物有少許嚇唆 他不喜歡 去旅行很多地方好 不過呢 吃些也不太好 就經常住在我吃的東西 在你那裏 就是那個道友不太好 結果呢 就去到沒有掛著欣賞 只會掛著想 什麽不好 什麽不好 人很容易問那些不好的事 或者人呢 問題有一個傾向性 有一個罪性 人的罪性 是容易喜樂 還是容易煩惱的 是容易煩惱的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問題 我們是會容易煩惱 所以我一定需要耶穌醫治 第四 一起讀一下 如何可以由神起落 這個問題就是如何 我加上人起落的例子 這個呢 即是加上人也可以有些正面的例子 好了 怎樣可以由起落 譬如說 如何起落 有什麽方法 第一 最重要的是 知道我們的神是起落的 他雖然有很多事情做 還有很多人拒絕他 但是神呢 是不會讓人的傷害 臨到他身上的 他不會說 人家拒絕他 他就 哎呀 好慘啊 哎呀 耶穌醫治就不會這樣 哎呀 那些人拒絕我 以色列 我愛你這麽多 你都拒絕我 神會不會這樣 不會的 神是一個喜樂的神 所以我們第一 方法 其實這個方法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神是喜樂的 那我們人呢 就如何呢 那些煩惱就放手了 哇 其實他人罵你那些說話 在一個空氣中 嘩嘩嘩 溫多久啊 會不會溫一輩子啊 嘩嘩嘩 會不會啊 一秒鐘他就沒有了 那你不去想他 就已經沒有了 不用去想 不過人很喜歡去想的 抓住他 要想啊 要想啊 每天都要想他怎樣 有好處啊 沒有好處啊 不過很多人都想一輩子 哎呀 我老公啊 哎呀 由結婚的時候 開始啊 意見啊 什麼什麼啊 哎呀 那抓住有什麼好處啊 沒有好處啊 其實那些人罵完你 那些說話 一下子都飛走了 神經病的說話 你懂不懂放手啊 神經病 家有的神經病 你罵完你 你會不會回家很憂傷啊 會因為不是神經病啊 你不是神經病啊 小孩不是神經病 小孩不是神經病 小孩是罪人 小孩是罪人 會不會傷害人啊 會啊 你會嗎 會啊 快要把壞人摸起來了 不需要 比如烏水渠 一條烏水渠 一條乾淨擠 你喝水開哪個渠 人啊 開哪個渠 水管 是安淨那個 但是很多人喜歡喝烏水 那些人不好 那些人的不好 去想 恐怖啊 所以我们学放手 不要想 这些是不好的东西 而是亲人神 这就是方法 说出实际的方法 大家可以听完就可以应用 第五 挑战一世道 挑战听众 今天靠主有起来 就是挑战 这几点就是一个可用的 重複用的 就是读后面的字 第一是什么 讲人的问题 第二 神的圣情或者是恩典 第三 为什么人难活出神的圣情 第四 如何 亦都可以加上其乐的位置 第五 挑战 可不可以今天开始放下烦恼啊 想不想啊 你想以后都是 哎呀好惨啊 哎呀好惨啊 想这样做人啊 因为你想人都开心啊 是啊 其实 有一天很惨啊 其实呢 是不是 没有他赚到的东西啊 赚不到啊 做人这样一世 其实我们应该都过了人生的一半了 应该是吧 那你还想不想下半生都是这样烦恼啊 不想的就开始改变了啊 Hallelujah 我这个大纲是一个实际的大纲 为什么呢 讲人的问题 由神的圣情起来 然后呢 为什么人做不到 然后呢 就是如海做 跟着挑战大家做 是不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一个大纲的方式 不是唯一的大纲 好了 第三 一边分享最好有一个清晰简单 是一个客宅的主题和目的 那个内容呢 不用读了 因为呢 我这么说就算了 因为要不然呢 太长了 你回家去马上看就可以了 为什么叫做客宅目的 例如全福音很多方面讲 我告诉大家 就算用马帝福音 28章那里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人在我门头 那个经文你可以讲什么呢 讲我不要去 不要只在教堂那里 全福音只在教堂那里 有很多人在外面 我们怎么去帮人 我们怎么去关心周围的人 你的家人 你周围的区域的人 那些软舍的人 在公园的人 你做公园的人 你做公园的人 那这个可以 一个主题讲这方面 又可以讲到 去全福音救人 如果耶稣的救恩 他们沉沦了 这个讲到 得救和不得救的分别 天堂与地狱的分别 又可以讲 全福音的胆量 是不是很多人很害怕全福音 我想问大家 全福音一次的整举手 有几个全福音 起码一次 起码一次的举手 起码一次 好 那你就煮 很多个 差不多全部举手 好了 全福音 起码二十次举手 二十次 起码二十次 少一部分 好了 起码五十次举手 又少些 起码一百次举手 欸 怎么说 那些人全全都搓 missing 就不租众 崇众 古学 incluso 礼此 也不可能 偏倡 真是人有什麽问题耶稣都能帮的 身体的毛病 心情的问题 什麽烦恼 神都能帮的 那我就一直向前流 我不是讲这个主题 我只是说全方可以讲到全方的困难 或者全方用的方法 其实很多方面都可以讲的 如果你一个篇道什麽都讲完 就会变成好像习近一样 又讲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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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讲不完 你讲一样东西你会记得 今天讲怎样全方有胆量 怎样有信心 全方的信心有另一个主题 就是一个狹窄的 清晰的 我今天要讲什麽 你就整篇道讲一样东西 明白吗? 就是不要什麽都讲完 讲一样狹窄的东西 譬如说如果讲全方的胆量 那几方面怎样讲呢? 人的问题是什麽? 人有没有胆量? 没有胆量 神的性质是什麽? 神是很勇敢的 神是有能力 神你都说你哪个有跟从我的 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 神会赐给你 可以祝福很多国家的 神是很有胆量的 好了 我们怎样可以有神的胆量呢? 有信心、亲近神、放手 我说不重要的 我面皮更重要 我说人得更重要的 很不重要的 我全都欢迎别人不信 很丑 很丑 怪物 怎麽办呢? 我们就怕这些东西太大 很丑 不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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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问题 神的恩典 为什麽人不能走出来 和怎麽能走出来 然后挑战 这是一个简单的方法 好了 接着是声音 大家可以看着我便可以了 我之前说过了 声音不要低沉 不要规律性 有时有些人说话 每句都是这样 神爱世人 神很关心我们每一个 神想救我们每一个 你们个个都要悔改 信耶稣你就得永生了 有时每句都是这样的语气 我们就要改变一下 有时大声 有时小声 有时快 有时慢 有时停一停 都可以 我们想一想 我真的爱耶稣 是不是真的爱耶稣 因为你告诉别人 我爱耶稣 因为你真的在他里面说 耶稣真是好 耶稣真是好 你有没有留意我声音的改变 其实是可以操练到的 难不难呢 是不是难就登天呢 是你够胆的 即是不怕丑 其实站出来不怕丑 有些人说 喂 你整个牧师站出来 这样说话很丑怪的 但是你这样说话 真的不像那些正统牧师的 如果我这样介意 那我介意 我就不敢 有些我试过训练 去圣经学院训练别人讲道 我发现有些人是不愿意 是不肯改的 他习惯了是不肯改的 但其实 有些人说 牧师一定要这样的 不是一定要这样的 是自由的 我们在耶稣里面是自由的 所以声音是可以改变的 他们试用不同的方法去说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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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说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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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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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平稳 安静 又平稳 安静 没什么需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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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人改变了 整个人改变了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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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飞到神的怀抱那里了 Hallelujah 牧师跳有没有错 Hallelujah 有没有错 这个犯不犯罪 犯罪 Hallelujah 其实是不肯要的 上天堂会不会每个人都很难 是喜乐的 是开心的 Hallelujah Hallelujah 就是声音有没有改变 这个投康和空康的共鸣 这件事是比较困难的 下个礼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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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礼拜说 下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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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共鸣的声音是非常重要 下礼拜 并且表达 内容 什麽叫共鳴呢 當一個人說話的時候 他的聲音如果只在口腔有共鳴 或者沒有共鳴 你聽到他的聲音是很弱的 譬如雀鳥 你會發現一隻很小的雀鳥 一叫 響到很遠都聽到 這就是共鳴 他引起他的頭腔和他臂腔的共鳴 這個共鳴 怎麽去練呢 就有幾樣東西可以練 首先就是吸氣 呼吸的時候吸氣 就是肺部要膨脹 並且要保持膨脹 吸氣有時出來放鬆 但是臘骨就不提高 就是額頭不提高 就這樣呼吸 然後hold住臘骨 就是臘骨不要收縮 然後聲音出來的時候 是向上衝的 向上衝 然後口腔又要向上下擴展 然後氣衝向上 放鬆 我會做他的單體 譬如 這個是要時間 基本上是怎麽樣呢 共鳴是怎麽樣呢 就是打喊嚕的時候 那個動作就對了 打喊嚕嚕 你聽我打喊嚕 如果我不用共鳴的聲音 這個不用共鳴的聲音 如果我用共鳴的聲音 就是這個 裏面慢大 這個就是共鳴的聲音 就是衝向上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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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面擴大 那你怎麽麽練呢 每天都打到 練唱歌時 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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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 向後 當你講話的時候 你有共鳴的聲音 有沒有人願意出來 講一句說話 講Hallelujah 可以兩三個出來講 有誰願意出來講 試試盡量用這個共鳴的聲音 不用是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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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它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所以它的聲音 你會聽到是有一些高度的 但你可以更加狂動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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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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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个意见出来试试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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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你的声音是 你的声音是 向前的 你试一下 你留下 哈利路亚 是不是没有留下向前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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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面上打到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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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些气息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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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你的口都沒有開 是裡面那個開 你好像打鼓 你聽一下 聽一下打鼓 噢 就是裡面那裡開 不是張開口 是在打鼓的時候沒有開 我可以說 這是困難的 謝謝你 但是我讓大家知道這個觀念 你回家怎麼練呢 打鼓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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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那些氣是存在肺 不是存在肚 氣存在肺 但是你用力的時候 第一種力 就是你撐著肺 已經有力量了 噢 噢 已經有力了 第二呢 當你要有高音 或者你要有力的時候 你就用力壓 向裡面 但是呢 不是一字壓完 壓 用力頂 所以其中一個exercise 就是這樣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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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就要用力了 一唱高音的時候用力 好了 這位說話的時候 好了 大家安靜一下 在說話的時候 在說訊息的時候 你就要留意 當你有共鳴聲音的時候 就會引起 就算我不用麥克風 比如 不用麥克風 哈利路亞 多謝耶穌 感謝耶穌 你發覺地空會響 這就是共鳴聲音 引起它裡面會響的 那這個是需要大家 如果你有心服侍主 聲音是很重要的 你有沒有發覺今天用的聲音 是會令到你更加容易流聲聽 還有表達上很豐富 唱歌也是能夠有不同的表達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練習的 但是呢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困難 這個是因為很多人用了很多 真的要用很多錢跟老師學 但是你自己跟我方式學 放鬆的喉嚨 有人練 哈 哈 哈 你聽聽我的聲音 聽聽吧 不開 哈 哈 聽到有個分別嗎 哈 哈 不是大聲 是聲音的廣闊 再聽一次 哈 哈 你們不要出聲 哈 你再聽一次 那個分別嗎 哈 哈 有沒有聽到那個分別 是那個廣闊 那個廣闊 是的 引起頭到重明 OK 好了 那我們呢 講這個部分呢 就講到這裡 下個星期會繼續 然後呢 我們接著呢 就講一課 其中一課 講一課之後呢 就給大家分組去練習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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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這裡首先有個評估表的 待會大家分享的時候 就會留意到 這個演說的內容 裡面有演講題 比如講這個題目 以及個人分享的部分 都有不同的評估是什麼 比如講題 它能夠跟從這個講題的內容呢 以及能夠清晰表達這個內容呢 以及個人的分享 它是否切合這個主題 那個分享是否切合主題 就是比如說一件事 但它的分享是另一件事 是否容易明白呢 然後演說技巧就會講到 聲音享樂 聲音是否有感情 以及會眾有沒有合而的眼神的接觸 眼神的接觸是怎樣 不只是看一群人 不是這樣 耶穌很愛你們 耶穌很關心 你不可以就看一群人 但我通常看人 我是一個一個看的 就是我看一個 就看你一個 那有些人就會怎樣 你們好啊 耶穌很愛你們啊 耶穌很關心你的 耶穌無所不在 就看某一個地方 或者一整天看 耶穌很愛你們啊 很關心你們每一個 只看一邊 這些都不是那麼好的 就是看每一個人 看每一個眼睛 停留很短 然後跟著去下一個 這就是最好的眼神的接觸 有笑容和被人親善的感覺 有合而的身體動作 就是說評估過演說的技巧 還有這個 是不是跟了講題 還有個人分享的 好了 我們就有十二課在這裡 那最好大家回家 就試一下回家 就看完十二課 然後回去練習 那現在呢 我就講到 第一課 跟從神的祝福 跟從神得到祝福 其實對我來說呢 我一講呢 通常我就不會跟那個內容 所以我跟內容呢 我是要 如果不是 我一講這個主題 我會發揮的 那我先解釋一下內容 然後我先去講 隱言 譬如我們傳呼 其實有不同的方向 或者方法 有些傳呼的方法 是會用 譬如耶穌的救恩 耶穌的天堂 地獄 耶穌的愛 這幾方面 來幫助我們 但是這些對很多人來說 是比較遙遠的 那我就 因為聖經是說了 先求神的國 和女兒這一切 交給我們 先求有個講到神 祝福 跟從他的人 所以傳呼的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講到 跟從神得到的祝福 不是代表跟從神沒有困難 但是講到跟從神的祝福 所以有這個主題 那隱言 就是很多時候 人會 大家可以 瞞著我簡略地講 一會兒我整篇去講 或者簡略去講 隱言可以講什麼 很多人會睡不著覺 年紀大的時候 一半夜醒了很辛苦 睡著也睡不著 有時候一晚睡不著兩個鐘頭 這個就是隱言 就是講到人的困難 或者健康的問題 如果腰骨痛 是不是真的 人人在那裡吃東西都很開心 他就想著什麼 腰骨痛 人人在那裡走到哪裡 很漂亮 他是想著 腰骨痛 人家在做什麼 他都想著腰骨痛 甚至 他的兒子要結婚了 結婚那天 他想著什麼 腰骨痛 就是 很多時候發生 但是他的心 很痛 很痛 快點結束 快點回家睡覺 因為這樣的時候 是很困難的 對不對 好了 個人分享 即是可以 個人分享 有時候放在頭 或在尾 這個其實是不理的 譬如說到以前 我告訴大家 我以前是有 腰骨痛 關節又痛 但現在沒有痛 那耶穌 耶穌真是醫治 我們親近神 神真的會醫治 我自己是 以前真的覺得 糟了 這麼年輕腰骨痛 怎麼辦 這一輩子怎麼辦 但是 神醫治我又 我真的覺得很好 還有我為很多人祈禱 腰骨痛真的好 不同的疾病都好 神就是他以治的神 首先 我用了兩個經文 就是神掌握一切福氣 詩篇二十四篇第一節 一起讀 地和其中所充滿的 世界和住在其間的 都屬耶和華 這個經文說什麼呢 就是 地和其中所充滿 所有這個世界一切 都屬耶和華 如果全部屬於祂的話 即是說什麼都在祂掌握裡面 譬如你的銀包 的錢 是否可以任你怎樣使用 這些錢是你的 你可以怎樣使用 如果這個代表全世界 全世界在神的手中 是否神可以 所有一切的東西 都可以支配 即是神要賜空給你 祂一定可以賜空給你 你想找第二個呢 第二個幫不了你 但是神是掌握的一切 但是很多人相信耶穌 神也會怎樣呢 神啊我相信耶穌可以上天堂 不過呢我的問題就要找其他人幫助 我的問題呢 就要靠自己 是不是很多事人會這樣 但是我們既然知道 神是掌握一切 我們是不是應該找 掌握一切的那個神 這個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為什麼我聽了神話呢 因為我知道我跟從神 神會凡事祝福我 我整個生命會被提升 神真的會提升 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經常都說 跟從神是最有福的 馬雷雷雅 好了 然後怎樣得科 馬帝方六章三個三節 一起用一下 你們要先求他你國 他你義 這些東西都要加不加 聖經告訴我 有些人就說 為什麼耶穌為何還這麼麻煩呢 經常吵架呢 原因為什麼呢 因為他沒有給耶穌 真是掌握他的生命 他沒有求神的國 他回家見到太太和丈夫不好的時候 他就第一反應 發脾氣 不開心 吵架 這樣的時候 家裡會不會加和 會不會加為萬事 不會啊 家裡就會經常吵架 這樣的時候 他就不是先求神的國 當他先求神的國 真是珍惜他的家庭 譬如我自己很珍惜我太太 珍惜我的家庭 珍惜我的師父 真是祝福很多人 是不是要珍惜啊 如果有一天 你聽到耶穌斯犯了大罪 現在不可以師父 是不是覺得很可惜啊 那我要不要這樣做啊 當然不好 當然是先求神的國 因為神是掌握一切的 是不能走得掉的 你能不能逃脫神的手啊 不能夠 能不能在神那裡走雞 會不會走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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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想走雞 會想我跟用神最好 這樣你就必定凡事祝福 這樣行法是好的 那如何得福呢 就是事事 真是親近神 信靠神 行神的路 那如何在生命中得福呢 就是這裡 謂悔改認罪 這是有罪的 悔改認罪 我們容易吵架的 求主赦免 多討告認罪 整天感謝神 讚美神 目的呢 有些人說 整天祈禱 難道整天神聽不到嗎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我親近神 神就跟我一起 神就祝福我 神就祝福我 其實我還有不夠一個月 我便乘車兩分 下個月初我便乘車兩分 我便乘車兩分 六十五歲 但你看我呢 我打球 是很夠力的 神就被跟從的人 是凡事祝福的 所以親近神呢 越親近神多 越祝福的 第三 將重担教於神 煩惱 教於神 揹著重担 有好處嗎 沒有好處的 然後呢 神就 賜平安 就會叫我們睡得好 有神的平安 就睡得好 身體又更健康舒服 心情又好 神一看到我們真心 說祂就將福利 給你 你有否發覺信主 你跟從主之後 你發覺福氣加給你 有 你上了這麼多福氣 有 你越比神掌管 就越多一年 不是代表你沒有困難 但你有困難 有力量 德性有緣 然後呢 就帶領他們一齊報告 這就是一個大約的 講到這個主題 我現在簡單的示範 講一下 其實很多種方法是講的 因為講的時候 你可以不用一定的硬性 不過呢 都是能夠把這個表達出來 譬如現在我們開始講這個訊息 就講到 跟從神是得祝福的 很多人想到 信耶穌 他們想到 信耶穌就回到教堂聽道 當然 信耶穌是聽的 耶穌的道是很好 是生命的道 耶穌其中說的一件事 就是 神是會祝福所有跟從的人 其實我們個個都需要祝福的 每個人呢 就算從小到大 也有不開心 是吧 也有煩惱 也有困難 也有困難 讀書的時候就讀書難 找工作也找工作難 是吧 做工的時候呢 又做工難 結婚呢 是不是每樣都順了 也不是的 結婚又會有吵架 又會有不開心的 那人又很想生孩子 生孩子是不是個都乖 也不是的 好了 已經大了 做了工了 退休了 是不是退休就享受呢 不是的 有些人退休呢 哇 哎呦 有這麼多病的了 哎呦 退休就是辛苦呢 有很多人都是活在這種困苦的狀況 神做人不是這樣 神做人是想人有喜樂 無論他是年輕的時候 中年的時候 年長的時候 都是充滿喜樂 充滿力量 時事是開心做人 並且呢 神是很願意將健康治給人 雖然人 始終我們是會老 會病會死的 但是 一個人呢 他整個生命呢 在神裡面的長官 和一個沒有跟從神 是很不同的 同樣一個人 他跟從神呢 起碼呢 他的煩惱會少很多 當他煩惱少很多 他人也健康很多的 他人呢 就會平安輕鬆 又睡得香甜 我試過呢 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睡覺呢 是多久睡著呢 是一分鐘 幾分鐘呢 很快就睡著了 在神裡面呢 神是真的能夠祝福我們 凡事祝福的 首先呢 聖經廣道 在《詩經》二十四篇第一節講到 就是 地和其中所充滿世界和住在其間 都屬耶華 原來全世界有很多人以為 哇這個世界很亂啊 怎麽算啊 我怎麽能夠長輩這個世界 我怎麽能夠長輩我生命 我想問你 你肯不肯定 你前面的路是怎樣的 肯定 我們不知道 但是神是肯定的 有一個是肯定的 因為他是 全世界都在他的手中的 他狼中之物 你狼中 你袋裏面的東西 你能否肯定 你袋裏面的東西 那個東西是屬於你的 是屬於你的 你可以怎樣使用 神同入 全世界的恩典 全部的福氣 全部在神的手中 神是知道哪個人愛他 哪個人不愛他 哪個人是親近他 神知不知道你的心 神是知道的 神知道的時候 神經常說 你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一切就交給你 因為神知道這個人 聽他的話 他就將福氣一臉 加在你身上 你整個生命就會被提升 我到現在 我不需要戴人時懶頸 不需要戴遠時懶頸 甚至不需要戴老花懶頸 曾經有人年輕過我 四十幾歲 他說 你看到這些細緻嗎 我說 是呀 怎麼看不到 他說不行啊 看不到啊 這就是一個跟從神的人 神可以這樣祝福 我不用戴老花懶頸 我自己都覺得很神奇 很奇妙 就是一個跟從神的人 因為聖經說 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 這一切都交給你的 當你先求他的國 就是我關心神國的事 我想更多人得到神的一臉 想傳呼籠 並且讓耶穌在我心中 他的國在我心中 耶穌卦善 神叫我做一件事 我就是神啊 我願意 神叫我做我就願意 並且是盡量去做得這麼好的 讓耶穌做主 我在哪裏 我家裏 耶穌做主 我不要讓我的脾氣 我的情緒影響我 我去到服侍 我又歡喜快樂 阿里雷呀 感謝耶穌 是很輕鬆的 我去到哪裏 都是祝福人 時時的關心人的時候 神就將很多的一臉 加在我身上 你想不想這樣 你都可以 整個生命都可以這樣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就是在神以前的 悔改認罪 我們有怨悦的 我們沒有聽神話的 求耶穌射臉 有信靠耶穌 是這麼祝福的 去親吻祂 事事 親吻祂 神就一定將福音 一直交給你 有些人會這樣說 我站了這麼多 都是有病的 不要用這個方法 當你站了的時候 你發覺平安 你要感謝神 立即給你感謝神 你發覺感謝神 你的心又鬆一點 又睡得好一點 你的心又平安一點 你天天是這樣的 整個人都會改變 整個人都會越來越輕鬆 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快樂 神真是 我們見過很多人 在這裡有多少個人 你試過 真是親近神 發覺你的整個生命有提升 有改善的 有多少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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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你們 有多少人舉手 神原來真是祝福人 神答應了 一定會做 那你願不願神祝福你 願不願 那你願行神的路 生命給神使用 好嗎 你是可以的 我們一起說 我可以給神 可以 在神裡面有很多福氣的 感謝耶穌 在神裡面最開心的 很多恩典的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然後可以大力祈禱 就是 是 神師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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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